今天是2020年9月23号 今天祖国统一台湾了吗 快了 刚才2020年9月23号 刚才走过同个台湾没有 Fight了 Today is September 23rd 2020 Has China reunified Taiwan today We'll be soon 今天的视频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个发现 我发现香港的一家信用卡公司 它分裂中国的一个行为 那么这家信用卡公司是哪个信用卡公司呢 它的名字叫做Tap & Go 相信在香港的朋友 他会比较了解这个信用卡 Tap & Go可能很多香港人都在使用 那么它是究竟怎么样去违反分裂中国的呢 因为我在留意到这个信用卡公司的政策条款的时候 在常见问题里面发现 它将澳门台湾和中国都归类在这个漫游国家里面 那么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大家去看一下我的这个视频的录屏 好的 这个就是Tap & Go的官网 大家可以看我鼠标这个位置 Tap & Go.com.hk 那么这是官网的一个首页的页面介绍 那么如果大家有去留意的话呢 在右上角这个地方点它的menu 也就是菜单 点菜单的时候呢 再点这个常见问题 也就是这里啊 常见问题 点了之后呢 就会跳转到这个页面啊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我已经提前打开了 那么在常见问题的 一选项也就是 遗失更改取消 重新启动这个选项里面呢 它会有一个这样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 如果在海外遗失手机或拍住响卡 如何报失 里面写的就是你们可以看到这里的栏目啊 写的是漫游国家哦 有澳洲啊 奥地利啊 比利时加拿大 这些都不是太大问题啊 因为他们是国家嘛 那么我们再往下面看 好 那么往下面看的时候 有留意到澳门啊 他将澳门归类在国家里面 那么澳门的电话号码是这个号码 好 那么我们再往下面看 好 澳门下面之后是台湾啊 他也将台湾归类为一个国家了 那么台湾的对应号码的话呢 也是这个号码 那么我们再往下面去看 下面的话呢 是中国啊 中国 那么中国对应的号码的话呢 就是一个400的一个号码了 这个就是中国大陆的一个客服号码 但是呢 在前面 他并不是写着中国大陆啊 而是直接写着中国 所以呢 目前的情况就是中国 台湾 还有上面的澳门 这三个地方呢 他归类为啊 漫游国家 所以呢 这个问题就是非常非常非常严重的 因为呢 国家上来说 澳门和台湾他们不是国家 如果他们改的话呢 是需要将漫游国家后面斜杠 加一个地区 那么家地区的时候呢 啊 这里 中国 就需要 写成中国大陆 这样的话呢 才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目前 Tap and Go的这个页面的话呢 是已经分裂中国了 那么这个情况 我觉得是非常严重的 啊 我们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啊 是凌晨的两点钟 那么也是及时来录这个视频啊 希望来跟大家分享 啊 我觉得这个问题的话呢 是非常严重的 因为现在香港是有这个国安法嘛 这个Tap and Go公司 这个信用卡公司的行为 已经啊 触犯到这个分裂国家了 是违反了这个国安法的 那么我觉得是需要将这个情况的反馈 给Tap and Go公司 啊 我们再去点这个menu啊 也就是右上角这个menu 我是希望广大的网友 如果有看到我这个视频 也是可以将这个反馈 将这个投诉呢 啊 告诉Tap and Go公司 点右上角这个menu 然后这里的话 有一个联系我们 最下面有个联系我们 好 我们点一下 那么会 他会弹出一个窗口啊 啊 我觉得大家可以将这个情况 将这个发现呢 啊 投诉给这个Tap and Go公司 让他们去处理啊 那么先生和女士的话呢 大家可以去选一下 姓名 我觉得大家啊 可以不用填真实的姓名啊 啊 我觉得联络方式的话呢 就通过电邮来回复好了 如果大家啊 不希望接到这个电话骚扰的话 那么选择这个电邮回复来作为联络方法 那么查询的类别的话呢 他默认选择的是最新推广 但是啊 这个问题的话 是属于 我觉得啊 客户的意见吧 选择这一栏 好 如果是选择好这些之后 将自己的一些信息填上去 再将啊 这个我们的一个查询或者意见呢 填写在页面里面 我是希望广大的网友啊 都去填这样的一个投诉 给到这个填满沟公司 让他们知道他们违反了这个香港的国安法 也是违反了我们中国的这个反分类国家法 因为呢 国家里面非常客观的 他是将澳门台湾和中国都归类为国家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页面呢 是需要修改的 希望贴判公司尽快的来进行这样的一个修改啊 避免进一步触犯法律上面的一些呃 就是犯法啊 避免更加多的一个法律责任啊 我是希望啊这样的 所以呢 希望大家都去填啊 这个投诉和意见啊 那么填在这个地方 根据我们发现就填啊 希望他们将这个漫游国家啊 做一个正确的修改啊 加上这个斜杠地区啊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好的 大家看完我的电脑录屏之后呢 相信啊 这个tap&go公司是怎么啊 触犯分裂国家的了 希望大家啊 如果啊 有时间的话呢 也是在他们官网去填写相应的反课和投诉 如果大家觉得填写相关的信息非常麻烦 或者说选择那个类别很麻烦的话呢 大家也可以直接发邮件到这个地址里面 这个地址的话呢 就是inquiry at tap&go.com.hk 我也会直接将这个电邮的地址 写在我的视频描述区里面 大家直接发邮件到这个邮箱里面就好了 那么在邮件里面呢 描述相关的情况 啊 希望啊 tap&go公司尽快的将啊 这个网页的一个信息改为啊 漫游国家斜杠地区啊 改为地区之后呢 那将中国改为中国大陆 这样的话呢 才是比较正确的啊 这个才是正确的处理方法 希望大家多多的去反馈 给tap&go公司发邮件到 这个地址 让他们去做这个改正啊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边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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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